2021年1月26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,你们是我们银河团队的一员,传导丹尼尔斯·克兰顿。 大家好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你们联系,我们对你们要说的话非常感兴趣,当你们向我们伸出手,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,你们的感受,以及你们对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时,请不要觉得你们在打扰我们或浪费我们的时间。 我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,现在,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物质的集体,我们本质上是意识,因此,对于我们一次能吸收多少信息,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,不管你们一天联系我们多少次,我们都能听到你们要说的话。 有了所有这些信息,我们可以更好的计划要向你们发送什么样的能量,打开什么门户,形成什么联盟,等等。 你们是我们银河团队的一员,对我们来说,你们是外星人,尽管我们知道你们大多数人也存在于我们的恒星系统中。 我们知道团队合作的价值,我们希望你们也能认识到这一价值,我们也希望你们重视自己,我们希望你们把自己看作这个团队的重要成员。 你们都没有创造出地球上无数的问题,你们都是去那里解决问题,找到解决办法,提高意识的,这样全人类就都能这样做了。 所以,你们和我们一样,只是你们存在于肉体里而已,你们是地勤人员,我们是非物质支持人员,我们都在一起。 地球上所有的问题都是你们从银河系其他部分继承来的问题,所以,没有制造出来的巨大混乱,这都不是人类的错。 当然,为了感觉到某些东西,你们必须相信你们的生活,为了感觉到某些积极的东西,你们必须先感觉到一些消极的东西。 我们允许你们感受到积极的情绪,更高的振动,我们希望你们尽可能地对自己感觉良好,甚至在那里为团队带来一个或几个成员。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所要做的就是敞开心扉,接受我们提供的帮助,以及我们小联盟中的其他存有和集体的帮助。 现在不是你们为自己作为一个集体感到羞耻的时候,而是相反,我们希望你们认识到,你们是在那里让所有最能服务于人类的能量带进来。 你们在那里把他们接地,并让他们可供你们的人类同胞使用,而我们会留在第九维度来提供帮助。 我们的一键箱总是打开的,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 我们的帮助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